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十万人去全收在十二这个名号之中 都是大名之中 那你要看到这十二名号之中 你还要回摄这十万人去 所以那个叫眷属 那为什么叫眷属 你要知道性德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念念之间在性德之中的彼此呼召的作用 这叫做眷属 所以这时候讲眷属不是众生执着那种元气之中的纠缠 这种时候敢讲眷属 那是他根本心性之中知道他就是同一性同一类的担当 根本同一性同一类的担当 就有点像类似早上我讲的善位 他就是在如是性能之中 同属于根本性能之中的担当 所以那只是举贤都在举贤 他不是妄想堕在种种元气之中 以为深厚 他都在举贤 所以善位是在举贤 举贤的意思就是在如是性中 他看到所有的性能中的作用不断的铺设陈列 那叫举贤 这性中的陈列就是打决心中他步列的开始 你会发现决心之中他不是一向一行啊 你指的他时他已经不是了 他已经能够到下界了 或者是回头学时你指的他时他已经为你登上上一阶了 就好像从上往下说你指的剑就在色了 你就要去看色了 从下往上说你指的色就已经看到见了 这两头共说两头你都要知道明明白白啊 所以行者在色永远要知道是戒的 你在感受之中就要知道用根啊 舍现前的种种感受舍这个事要知道根啊 但过去要讲到李时是跟你讲 所有一些根现前处才是什么成像吗 那你现在看到成像时在这个事情上面 事情上面就要知道当下就要知道 审视他都是跟踪作用 你要能够审视是跟踪的作用 这是讲的声文修行最初 你只要审视跟踪的作用 你自然就会慢慢发现 我只是在烦恼之中 只要多一份心 审视跟踪的作用 你居然只要审视跟踪的作用 烦情成情上的势力就居然能消 不必你更说断烦恼 这就是大圣佛法中讲的不断烦恼 烦恼自断 你可以在烦恼上断你也断不了啊 因为你不认本体嘛 你怎么断 你越看到烦恼你越越烦恼 我就是刚刚跟你讲还失心疯了 还上火了 所以这叫做与诸倦属接入三昧 三昧就是如是等持 如是等至 叫接入三昧 所以念念之中你就要看到 你要敢担当心性的安部 所以念念虽然你说我在读这个经 在思维这个经 我怎么样担当 你只要慢慢这样思维时 你居然能够从极客文字之中去慢慢体会深意的 过去怎么跟你讲你都体会不出来 你就觉得嫩嫩的在那里 那是因为心不熟固嘛 就像刚刚以前讲的屁 跟你讲大山 不认识大山就只能闷闷的听你讲什么叫山 你在讲的活灵活现 他也不知道 可是真正他只要是他去面对一次大山 他慢慢慢慢懂得清净大山 使那个山中的意境慢慢就会活在他心中啊 他才能够知道原来真正就是什么心中的根本传法呀 那心性之中的本来的作用就是如此啊 从此以后他不会什么 他不会心里再起任何的怀疑啊 所以回头之时你感觉到你好像体会不出那十二菩萨如何有诸卷书 如何同路三昧 可是将来你要是深入文字中你在一个文字项目中 你居然可以深入文字所牵引的一切的含义 在一切含义之中你当然能够体会他所属的一切菩萨 当你能够设一切含义都能够同会在一个名号里时 虽然你没有证得如是智慧 在文字项中在道理项中你也知道什么叫等持了 因为你知道一个名号之中他能够安部多少信德 在一切信德之中叫做等持 在一切信德当下其实就是一个名号 所以也是等持 那个时候你在文字项中在意理都已经都能够清楚 你当然在行为中在将来新性的正德上面 你再也不会怀疑 绝对不怀疑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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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